平川说冷静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由精灵王彩色 打着欧环 Happy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身点位 地图选择的是CH隐秘之秋 出身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我们国内的精灵王啊 彩色 嗯彩色的话呢 嘿 这个打法的话 有时候很杂劲啊 有时候非常非常的猛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身在地图的右上角啊 红色的亡灵 ID Happy 来自于俄罗斯的亡灵选手 现在Happy的话 打暗夜精灵 还有打兽阻啊 非常非常的强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Happy的话还是选择DK啊 狗流开 三本一波流 很强势 那我们看一下彩色 之前的话暗夜精灵还尝试用KOG啊 配合金灵龙来打 但是感觉效果啊 非常一般 所以现在的还是硬碰硬的来打啊 选择恶魔猎手 DH啊 硬碰硬 主要是最近 卡号用这套战术 感觉 嗯 胜率啊 比其他夜精灵稍微高一点啊 所以暗夜精灵选手呢 也纷纷手发DH恶魔猎兽 来喝欧环硬钢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双方的一个练剂节奏了啊 开极欧环 小细节非常完美啊 把野怪勾出来 尽量拖延一下你练剂的一个节奏 好 DH忍不了 想把这个小尸神给打死 这个小尸神成功跑开了 你看 这一来一去啊 浪费了DH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好 DH打了一个攻速手套 嘿 这个DH名字叫痛苦杀兽 听这个名字感觉就很猛啊 好 练完这个脸 我们看一下DH接下来练的一个点啊 欧环这边的话是小狗一练 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嘿 这DK还去买头环啊 DK又去整了一个头环 这边再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嗯 不错 好 DH一技能升的是献剂 那这样的话练剂效率高一点 然后拼到欧环的一波狗的话 用献剂效果也不错啊 哇 现在打法这么的卷吗 疯狂的搞宝贝啊 搞装备 打完掉宝的鬼怪啊 直接换一个打 来 我们看一下欧环 这里能不能搞一个非常理想的装备呢 最好是一个公爪啊 好 指环加四 那指环加四的话 给DK还行 肉一点啊 哎呦 看一下 现在AC往对手的半场过去了 这一波DH要去抓对手吗 我们看一下啊 欧环这边的话 小狗的数量有点多 好 双方见面了 上来抽一下波 抽一下 想围杀 兵分两路 哎 欧环的狗虽然没有狂狗啊 但还是很凶的啊 走位小心 千万不要被围住 另外一边的话 小AC 也是赶紧撤 那DK要不要买个粉 来 买个粉啊 你再赶过来 一个粉一洒 跑都跑不了 好 那这一局的话 DH 恶魔猎手 还是想去抓一下 这边欧环 哎 两个AC 想引伸波 欧环已经看见了 哎呦 很难跑 DH赶紧过来救一救 DH有没有买鞋呀 DH也整了个贵族投环啊 买了鞋子 嘿 有鞋子 方便一点啊 AC的话 互相卡位 来 回家了 又一个AC 卡一个位置 嘿 三个AC手家 哎呦 这欧环三倍还没有到啊 就已经来了 这一波狂狗很吓人哦 AC妹妹 赶紧走 好 DH回来了 陷阱一开 小狗围杀握波 不敢围吧 这边卡位卡位 哇 一发C 哦呦 幸好精髓喝到了啊 差点被秒 好 欧环的话 现在还想杀一个AC DH回来了 另外一边 小狗 他也回来了 好 双方各种反场啊 DH抽一下 边DK 哦呦 一发C 还是把小精灵给带走了 三个AC 赢一下身 这边小狗 又来开始挠小精灵 哇 这个暗夜精灵是抗压 不行的话 一下就被欧环给打废了啊 好 小精灵 疯狂的换位置 另外一边的话 DH也追DK 好 DK身上魔法值有点少了啊 来 撒个粉 AC的话回家 喝点井水 家里的话 还有井水不 还有 喝喝喝啊 喝完就走 DH再抽一下DK不 DK的话 把最后一丝蓝也榨干 好 这一波的话 彩色 哎 只使了一个AC 一个小精灵啊 还行 欧环的话 暂时没有什么损伤 DK 好 又C了 我一发C 小狗抬回来 骷髅一招 他又来了 200银行 彩色二发一个纳家 纳家应该是这一波守住了啊 看看能不能杀一个英雄 DK 你有点调皮啊 身上没有TP 还敢过来嚣张 好 追杀完一个小狗 接下来的话 这边 哎 大树并没有站起来 爬到这啊 那还得慢慢爬 DH的话 追杀DK 这个DK跑了 好 DK想起 哎呦 挂 炮个温泉 DK跑温泉 DH要不要去抓一下 好 战争古术起来了 那还是要跑到那个地精实验去练一下 接下来的话 这边是练商店还是练分矿 赶紧练啊 后面的话 就拼大哥的等级 DK等级高 还是DH等级高 好 这边彩色开亮 那欧环他又抓了过来 所以现在 暗夜精灵和不死族的对抗 确实 基本上啊 毫无尿点 从头拼到尾 哎 还是想刷一个AC 身上的话有粉的 想跑的不太好跑 哎呦 打了个什么装备 打了个水晶球 好 水晶球 欧环这一波 是不是有点不做人了啊 你这个状态赶过来抓 DH直接一刀 手起刀落 受掉这个DH DK 可以 DH表示 嗯 我还是很强的 Happy这一波 是不是有点拖搭了啊 这个状态 竟然敢胡口夺食 直接被击杀 好 这一波击杀完毕之后 那彩色 顺势把自己的辣家 也提到两级 提完两级之后 战争古术已经就位了啊 等一下 马上练一下地精实验室 Happy DK的话 二级DK直接买火 过来练一下七级的黑胖子 好 蜘蛛把它给骗进去 嘿 卡位 完美啊 直接逼动 这里看看能不能搞一个什么 辉煌光环或者是加十奥的工转啊 都很不错 哎 这边来不来了 哦 DH看见了 看到不能 反抓一波 DH来 BBB 限期一开 但是装备还是抢不到啊 IDK被它钻出来了 打了个耐久光环 我又刚好可以提高一下移动速度 抽一下 这个DH抓的很准时可惜效果啊 一般般 另外一边 那家的话直接练一下这个六级石头人啊 DH回去 赶紧蹭点经验值吧 三本生好 欧环的话 哦 已经开始出蜘蛛了啊 你的建筑已建造完成 好 六级石头人倒下 DH打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 我们看一下 直接整了一个大无敌 大无敌还是硬啊 来 看一下HAPPY这一边 HAPPY这一边的话 也是练一个六级的石头人 现在DK等级稍微的有点落后啊 金光一闪三级了 那乌妖 乌妖的话即将到二 后面三本 看看要不要三发一个那家 这边练红龙 把红龙给勾出来 来来来 这一波的话 红龙一勾 可以有对空能力啊 那家加上两个小路 红龙还是可以解决掉的 现在的话练级 节奏确实快啊 好 六级红龙倒下 这一次掉了一个什么装备啊 火 魁靴 它来了 刚好啊DH是一个敏捷型英雄 所以呢 它打到这个之后 诶 什么情况 敏捷型英雄 我们看一下 它增加了什么东西啊 每三点攻击 可以提高护角 提高攻击速度 提高攻击力 可以 这个防也能提一下啊 所以敏捷装备 对DH来说相当的不错 好 HAPPY 诶 居然没有选择三本一波流 而是选择开矿 主要是刚才DK中间死了一次 是吧 这一次的话选要再开矿 一发挪娃 DH表示 哇 这个火力有点凶啊 来来撤撤撤 家里的话 温泉已经泡完了 回家 HAPPY这一波 啊 还是要三本一波吗 这开着矿 给变了三本一波 哎呀 HAPPY最近打的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自信 好 这波点灵完 那应该是三发一个纳加不 三发一个纳加 还是直接就两个英雄就行了 哎 欧皇的话 现在要不要守一下分矿 好 DH过来 稍微给你交点技能 DH就扛不住了啊 DH按道理装备很不错 可惜可惜啊 在亡灵强大的火力面前 好像也撑不住几个回合 好 HAPPY 等一下自己的矿 冰塔升好 稳住一下 那浪漫 这边彩色就要着急了啊 这对手的话 分矿开好 这单矿打双矿 而且是打亡灵太难了 所以现在 彩色选择进攻 欧皇的话 诶 冰塔升好 就得你来啊 操作空间就大了 来 人口48 50啊 欧皇人口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领先 好 先把毁灭给干掉 但是毁灭 850点下啊 DK一个二级C 血线抬回来 好 欧皇小狗拉出来了 这一波彩色 我们看看能不能击杀一次英雄 第一时间 秒了一头熊 第二头熊 直接保存回家 接下来的话 那家要不要闪电叉啊 杀一下狂狗 这个狂狗的战斗能力还是很凶 DK暂时没有蓝了 没有蓝 但是狂狗的战斗能力还是很强 什么情况 这一接触 彩色直接掉了10人口 完了 掉了将近15人口了 这 这个团战怎么 呃 对方开着矿 没想到还是被对方揍得逼青脸肿啊 难受 好能不能杀个无妖 冰架一套 哎呀 DH被自己给减速了 好想杀一下那家不 那家身上有TP 哎呀 现在的问题是 熊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这两英雄的话输出又不太够 欧环表示 嘿 开矿 手夹 真舒服 好 那家又递了个大无敌过去 这一波的话 欧环暂时对那家没有兴趣了 哎 鬼面又飘起来 能不能把这个DH给弄死 DH一丝血 那家也是一丝血 哎呦 那家保存了DH 但是DK手起刀落 直接把那家给秒掉 那这一波的话 彩色正面进攻 没有打赢 对手分框还开得出来 那打到这里的话 感觉这个彩色有点走远了啊 然后彩色 看见拿不下对手 那他自己也开个框吧 你开框 我也开框 DH买活 来来来 继续啊 不能让你补给状态 这不好状态就怎么打啊 来了 35 大战56 那人口是越差越大 DH过来 呜呜好 一个无敌 躲一发C 这是那家怎么办 那家的话 跑跑跑 后面DH追杀蜘蛛 呜呜 蜘蛛的话 贴了个兵甲 另外一边 那家还是要交TP吧 DK马上有C啊 哦 差一丢丢 好 这边要追杀一下DH波 哎 这个四级DH 一个人有点杀疯的感觉啊 在对手里面 七进七出 好 拼完这一波的话 人口3654 人口还是相差非常的大 欧环倒是不着急啊 分矿开着 那彩色回去开个矿吧 应该是生好了自然祝福吧 看这个移动速度好像又没有升 哎 速度不是很快啊 好 家里的话 既然还在继续补熊 赶紧练 Happy现在是57人口了 DK四级 五要三级 五要三级 好 赶紧练啊 对手的分矿已经开采的有点久了 这边不能再拖了 打了个贵族投款 贵族投款暂时给DH解 那家比较脆啊 那家的话靠回程 好 分矿练完 回家不紧一下啊 那欧环已经慢慢往这边靠过来了啊 毁灭 蜘蛛 三个毁灭 怎么怎么清理呢 暗夜精灵一般打到大火气啊 可以出一点风格 可是瑞举的话 经济差距有点大 好 看看四级DH能否逆天啊 装备属性值还是很不错的 额外加了15的一个输出 DK走位 很细 就是不让你DH抽我 人口52 59 好 猜测的人口慢慢补齐了啊 无妖的话也是双头环 DK的话空个无敌不 还是群补 无敌群补 全都要 DH过来一看 哎呦 对手还是在附近 不能走远啊 哎 小狗卡位卡位卡位 欧环又开始秀操作了 好 那这一波的话 没有状态 能打吗 分框的话 哎呦 矿盖子还没缠绕好 欧环就已经来了 6155 欧环人口还是小小的领先 DH完全没有机会上前输出啊 见面对方一发C过来 好 终于抽到了DK 来抽到DK之后 输出高的熊 立马被秒 小鹿的话输出不是很高 哦呦 被狂狗一近身 打不过呀 难受 绝望 好 小鹿继续收割一下蜘蛛 那家走位 小心一点 身上有TP DH的话 哎 只能保存了啊 哦 保持一定的距离 好 保存一下DH DH回家 井水一喝 来 这个分框还是要守的啊 欧环57人口 欧环现在没有狂狗了 就毁灭 毁灭的输出现在不是很高 哎呀 矿盖子就是缠绕不好 好 彩色再一次过来 抽一下DK DK没有来了吧 哎呦 就杀你那家啊 你那家状态不是特别好 那家 交个TP 那交个TP 这边部队往后撤一下 不要全部带回去 哎 继续守分框 好 守分框的过程中 大家赶紧吃好 喝好井水 赶紧过来战斗 看能不能杀一下这个乌妖 DK现在暂时没有C 哎 能杀个乌妖 哎呀 乌妖兵甲一套 好 小鹿驱散一下 小鹿驱散一下 能不能杀一下 另外一边的话 DK暂时还是没有C 哎 这里能让他跑吗 如果现在 DH一个人打输出啊 哎 自己血腺也不是很健康 好 小鹿乌妖 哎呦 乌妖突然 买个无敌 你弄我不 弄不死 哎 放风筝啊 来 DH过来 DK小心小心 后面一发弄啊 好 那家走位失误 哎呦 能不能保存 那家倒下 哎 打到后面 彩色还是杂技了一步啊 好 我们公民集Happy 这一集的话 双方从开头拼到结尾 开始的话 前中期财色其实打得还是不错的啊 可惜后面欧魂啊 以手带弓啊 效果更加好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